找工作的時候也要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 因為根據衛生署的最新統計 大腸癌已經是國內癌症發生人數的第一位了 平均每天有30個人確定罹患了大腸癌 以時說大腸癌的人數會越來越多 跟我們的飲食習慣很有關係 像是喜歡吃燒烤、漢堡炸雞等等食物的民眾 就要多加留意 前總統李登輝因為罹患大腸癌第二期 上個月在台北榮總動手術切除腫瘤 幸好癌細胞沒有擴散轉移 手術後目前恢復狀況良好 而事實上癌症已經連續29年 成為國人十大死因的頭號殺手 其中又以罹患大腸癌的人數最多 醫師說這跟國人喜歡吃燒烤類 漢堡炸雞等等高熱量高油脂的食物有關 代謝的一些產物 那些東西事實上都會 會有一些致癌的作用 罹患大腸癌的機率到底有多高 從國建局的資料發現 國人平均每天有30人被宣布得到大腸癌 有13人因為大腸癌而死亡 其中50歲以上罹患大腸癌的比例最高 有87% 醫師說早期大腸癌沒有任何異常症狀 如果等到大病有血排便習慣改變 以及出現腹痛等症狀時往往已經是大腸癌 第三期或第四期了 國建局表示政府提供免費大腸癌篩檢 就是希望幫民眾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因為早期大腸癌五年存活率 可達到81%以上 此外也建議民眾三餐少吃油炸類食物 多吃蔬果 平時保持適當運動 這樣才能提高身體免疫力 記者來使用許其風大腸報道